歌手楼俊瘦近来跨界演出电影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自然的演技备受观众喜爱 日前他接受媒体专访时 分享了学生时期的校园生活 除了玩乐团和读书外 就是在谈恋爱 虽然过去有过青涩的初恋 但他也自曝自己 曾被女方劈腿过两到三次 而这些经历不仅让他痛苦爆哭 更永远在心中留下疙瘩 谈到日前演艺圈有不少感情丑闻 楼俊瘦则坦言这圈子确实诱惑比较多 但他自认有感情洁癖 加上曾经经历被劈腿的痛 因此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和交反反稳定交往四年多的他也表示 两人对于工作上都还蛮专业 也会给予对方百分百的信任 更达成共识不想让这段感情 留有任何疙瘩或缺陷 加上自己曾经经历过没人认识的时期 因此特别珍惜现在有的成绩 更不想让自己有任何机会留下污点 甚至失去这一切 在被问及结婚规划时 他则表示会抓在35岁前结婚 但究竟多快或多慢就顺其自然